多明關著勞公權益的議員 在會上批評政府沒有立法決心 推行男士有身試產假 政府官員反駁說政府傾向立法 認為推行有身試產假對雇主影響不會很大 只要試產假的日數還是適中的水平 提供試產假給男性僱員 我們覺得不會大幅增加僱主 整體員工方面的開支和負擔 他又說政府會搜集更多有關外國推行試產假的資料 今年第四季提交勞僱會考慮 香港蜂蜓電視記者 完進後報導